嗯?这是什么? 一个乌瓜 嗯?我和我的六个兄弟们走丢了 你可以帮我找到他们吗? 拜托了 乌乌乌 对了他们的肚子里是传宝贝 难道说这栋楼里还有六个乌瓜 我能走走 我没找到去 哦? 这是什么一个? 这是五号乌瓜 嗯? 这是又一个 哎呀猫呀 怎么这么生气的感觉啊 这是六号乌瓜 还有一只在这睡太阳呢 哈哈我惊出来 嗯? 这也有 这是七号乌瓜 现在我应该只剩二号和四号乌瓜吧 走走 我从来看看去 二号乌瓜在哪呢 咦? 这是 这找起来也太容易了吧 最后只剩一个四号乌瓜了 等一下 在这儿呢 我看见了 躲着在角落里脱脱生气呢 肚子们 七个乌瓜我全都找齐了 这在纸条上说他们的肚子里都藏着宝贝啊 这穿雨漏的就是硬帮的 咱们都拿回去看见小肚子里藏着什么的 不是吧 这些肚子里从罗道里面剪的 还有神秘纸条说他们的肚子里藏着宝贝呢 宝贝? 弄的展开看看 这些乌瓜在肚子上竟然都有序号啊 他们长得怎么都这么不高兴啊 这只怎么在流眼泪啊 来笑一个 天哪 这笑得也太诡异了吧 让我来看看你的肚子里藏着什么吧 不见 我 里面流出来都是白色的沙子 把沙子全都给倒出来 怎么没了 不是说里面有宝贝的吗 他们肚子里出了沙子什么都没啊 你骗人 这个乌瓜就是个沙蛋 我想起来了 这个流眼泪的乌瓜说 他是六个兄弟的肚子里有东西啊 也就是说只有这个流眼泪才有东西呢 我来讲一下 二三四五六七 你就来选我的信息说个六啦 这个宝贝嘛 你们可以用剪刀手的同时剪赞和关注嘛 就说只有1%的人能做到呢 果然我不是那1%呢 我突然发现这乌瓜可以拉超长啊 看来拉完直接就变形了 这长得也太高兴了吧 好像个大饼啊 来吧 让我把这个大饼给剪开 沙子一下子就抱出来了 我动 嗯 这是什么 好像是一只手啊 这只手怎么长得这么熟悉啊 阿珠来看看 哇 啊 不是吧 这是你粉末朋友里的小绿块吗 它怎么会藏在乌瓜的肚子里啊 难道这些磨瓜的肚子里都是小怪物啊 再来一个次号看一看 咱们直接剪开之后 出来吧 嗯 蓝色的 好像是蓝头哟 啊 果然是 这种人想的一样 这磨瓜的肚子里啊 就是产红朋友 原来产红朋友是 磨瓜身出来的呀 可这也不算是宝贝啊 难道还有其他宝贝啊 赶紧来找找 来个暗号跟三号 从事要见 买头都摔平了 这两个磨瓜的抗压能力真的很强啊 怎么摔都不会坏 咱们先来将这二号磨瓜 肚子里好像抠肚白沫了呀 买就全都吐出来了 啊 这就没了 你这吐的也太少了吧 怎么什么都没给我吐出来呀 三号到你了 先来拉着超长的脸 脑袋直接变成三角形了 不见 忍了看看你的脑袋里藏了什么 黄圈还是财务朋友 这里就出现了小黄鸡 这一口大白牙 该不会是考词的吧 几乎可以确定了 这磨瓜里只有财务朋友 不行 我就把这两个也给剪了 这五号和七号里面会出现什么样的小怪物呢 咱们现在是个小的 我呸 哎呀妈呀 这大树流口水了呀 粉色的东西啊 这一幕还有点惊悚呢 粉色的小怪物啊 这牙齿还是巨石形状的呢 这都已经出到40层的朋友了 这幕只剩一个七号了 还不知道能出到什么呢 我姐 我感觉好像卡住了呀 这是什么 抠出来 哦 这不是自动贩卖机吗 好秘密啊 里面还有各种饮料呢 诶 是里面的饮料你能买吗 该不会可以喝吧 让我再问一下 哦 还真掉出来了一个 这不是奴富山泉吗 那这也太小了吧 再断几下 哇 屠 既然掉出了克罗山喝干水和百岁山 如果它们都这么小 我以狗狗妈就喝没了吧 要是能变大就好了 哦 真的变大了 难道这是个有魔力的贩卖机吗 哎哟了 我没有喝完的一样了